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 各位老师 大家好 针对这次的疫情 校长要来介绍有三个 我们常常听 可是又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样的情形 应该要如何来自主管理 第一个是居家隔离 第二个是居家检疫 第三个是自主健康管理 这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给我们的一张PPT 我们来了解这三项检疫的工作 防疫的工作是如何来做区分 跟如何来做进行 第一个是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是确定病例的接触者 由地方卫生主管机关会发通知书 要求居家隔离14天 这个是有通知书的 定期再做追踪 不可以外出 也不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如果没有配合 是要强制执行的 第二个叫做居家检疫 居家检疫是什么呢 是具有中港澳旅游史的人 他有去过这些地方 那就在家居家检疫14天 会由里长 里干事进行14天的健康关怀 这个时间内也不能外出 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 有症状的必须要通报 自己找卫生单位来做通报 里长也会做通报 第三个叫做自主健康管理 这自主健康管理是什么 他的对象是已经解除隔离 而且他如果有中港澳的旅游经验 已经通过了检验阴性 再加自主管理14天 再加自主管理14天是避免外出 那外出的时候要全程戴口罩 那量体温 那如果有状况 也要通报我们的健康单位 那校长在这边 帮我们防疫的中央单位 再做广告哦 如果有任何的状况 可以打哪一支电话 打1922 我们大家一起来配合 一起来做防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